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型就用海盗发型来还原 颜色换成金色就OK了 上半身需要使用两款服饰来搭配 把颜色换成和帽子一样的色调 这样他脖子这一块就能遮挡住了 裤子选用精灵裤 把皮带和裤子的颜色更换一下就OK了 靴子咱们使用牛仔靴 颜色都不需要更换的 恐龙迪亚哥的攻击方式主要是他锋利的前爪 所以这里给他戴上一副手套 颜色也要更换一下 这还没有完 在武器栏这里还要戴上爪形手套 把颜色也换成咖啡色 技能不需要太多 只要实用的就行 我们先来看一下天腾之眼里面迪亚哥的大招 那么技能只需要一个小跳技能和顺杀技能就可以了 超后也会在实战中给大家演示一下这样搭配的效果 数值方面血量2000 尺寸1.2 重量5倍 移动速度3倍 攻速3倍 伤害2倍 迪亚哥是可以变成恐龙形态的 所以这里还必须要创建一只迅猛龙 迅猛龙的技能也很简单 皇帝的分身加上吸血鬼的撕咬技能 顺杀技能也要保留下来 数值方面血量3500 尺寸1.2 重量10倍 移动速度3倍 攻速2倍 伤害3倍 马上咱们就去实战中来看一下效果 咱们等待一会儿就可以触发顺杀技能了 如果这里使用的是居合斩 那就无法还原骇人恶兽高速攻击的效果了 所以顺杀这个技能最适合这款迪亚哥 迪亚哥是赛马界的贵公子啊 怎么能少得了骑马模式呢 不过骑马模式更加适合世界迪亚哥 最后咱们来看一下恐龙化的迪亚哥 有了四咬技能就可以一直缠住对方 再加上分身和顺杀的效果 攻击速度和伤害也会大幅度的提升 好的 咱们这一期的连人就到这边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期再会